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委員 同仁 大家 早安 早安 新年快樂 今天進行全院委員談話會 處理本院委員 柯建民等人 請求召開臨時會審議特定議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委員 柯建民 李俊逸 鄭運鵬的64人 鉅於預算案是國家整體資源分配 及維持國家機關正常運作所不可或缺 也是政府推動各項施政計畫 與建設所需之財政資源 附有導引經濟發展影響景氣循環的功能 如未能及時審定 恐影響民眾福祉及國家競爭力 原因憲法第69條及立法院組織法第6條 第1項提請召開臨時會 審議中華民國108年度 中央政府總算案案 如副表 並於2019年1月2日星期三 至1月11日星期五 召開第6會期第一次臨時會 1月2日星期三中午舉行展訓委員會 1月2日星期三下午舉行第一次會議 並於1月3日星期四 4日星期五 7日星期一 8日星期二 9日星期三 10日星期四 及11日星期五為一次會 是否遊蕩進行公爵 宣讀完畢 現在我們請提案委員 進行提案說明 吳補充說明 好 那麼我們現在有登記 這個發言 我們請州城委員秀霞 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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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院長 今天是2019年 我們立法院第一天開會 在這裡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快樂 希望大家都能發大財 健康平安 在這個我們立法院在2019年的第一天 我們今天再度針對是不是要召開臨時會來舉行談話會 本席代表親民黨團在這裡再度提醒朝野各黨團 這是我們第九屆立法院連續第六個會期來召開臨時會了 也是自第七屆以來首次在第六個會期當中召開臨時會 而且我們討論的是第六會期內應該要完成的108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並不是急迫性的重大法案 坦白來說擁有多數的執政黨民進黨你們應該要好好的省思 為什麼總預算會被拖延到臨時會來處理 既然已經被拖延到臨時會來處理了 召開臨時會當然是不得不的選項 但是也希望臨時會能夠讓他簡單化 就緊就這個處理108年度的總預算案來處理 不要再橫生肢解了 不要再把問題複雜化 畢竟光處理這個總預算案最重要的還是要 行政院各部會的溝通工作 光這個部分壓縮在兩三天內要來處理完畢 這個其實就是一項非常高難度的挑戰了 在新年度的第一天 我們立法院開會的第一天 親民黨團還是要期待我們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在執政的過程當中對於社會大多數人的意見能夠聽得進去 當前的民意非常清楚的告訴政府 大家希望的是共同的希望是拼經濟 不是拼意識形態 因此某些部會在施政的作為上 不要一再的挑戰人民的底線 不要把人民當作傻瓜 要不然最後傷害道德會是自己 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齊眠 以上謝謝 謝謝周城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李委員敬意 院長各位同仁 今天是108年第一次的開會 首先在這裡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臨時會民進黨的提案非常簡單 就是盡速完成108年總預算的審查 這個法定期限是在12月31號之前就要完成審查 那我們現在速度已經慢了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臨時會 專心在這個議程上來專門做總預算的審查 時代力量的朋友提出了幾個案 那這幾個案其實都有它程度上的限制 第一個是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這個在11月24日在司法委員會討論過 討論過最後的結論是要交黨團協商 所以現在都還在黨團協商的這個期限之內 那也無法在這個臨時會做處理 那第二個部分是公共運輸事故調查法 這個部分在上個禮拜也是由交通委員會審查通過 也是要交黨團協商 所以臨時會都無法處理 那至於時代力量提出的 所謂入出國籍移民法的18條修正 這個部分其實現有的條文就可以處理了 沒有必要修18條 所以我們也不主張在這個臨時會來處理 所以跟大家報告 臨時會主要目的要針對特定事項 我們希望儘快處理完108年的總預算 也肯請大家共同來支持 臨時會就召開108年的總預算的審查 我們盡速把它完成 完成我們的法定程序 肯請大家支持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李委員 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針對臨時會開會時間 現在處理科委員建民等提案 請問各位委員有意 沒有 無意我們就通過 針對臨時會開會時間 就以下宣告 108年1月2日星期三至1月11日星期五 召開第六會期第一次臨時會 1月2日星期三中午舉行程序委員會 1月2日星期三下午舉行第一次會議 並於1月3日星期四 4日星期五 7日星期一 8日星期二 9日星期三 10日星期四 及11日星期五為一次會 繼續處理臨時會之特定議案 現在處理科委員建民等提案 請問各位委員 對科委員建民等提案 所內特定議案有意 無意 科委員建民等提案 照案通過 包括各位委員 本次談話會處理四項均已處理完畢 下午二時三十分召開 本會起第一次臨時會 第一次會議 請各位委員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起 就可在議場簽到 現在上會 謝謝 請問您 請就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